大家好 我是神碧姿佳 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首先謝謝Dick在批訓那邊 幫我安排這個系列的講座 其實這個系列的講座 我想Dick其實是想考我牌的 考我牌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就是他assign 給我 要我講的書 基本上我全部都沒看過 是他定了之後 我才開始著手去看 尤其是這本三體 今天我們講的這本 份量就相當之厚 即是你只看這裏 你叫我一個星期之內 刨完一本書 其實是拿我的命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勢 但我第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在座的朋友 除了Dick之外 有誰真的看過這本書 甚至是其中一本 沒有 是吧 像我的預期一樣 所以這個 是很凌落的 座上 那時候 題目就是 從2001年到三體世界 三體世界 這三本書 這本 三部曲的小說 大家沒有看過 再買一個問題 就是2001年 有誰看過 看過 看過 那就安心一點 不然就很大件事 因為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我講什麼 但這個題目本身 其實就不太簡單 我之所考的 其實是說 2001年 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有一個評論文章 是說 作者 劉慈欣是很受 2001年的影響 或者是阿克斯卡的影響 但實際的問題是究竟 它是受套氣影響 還是受套小說影響 我覺得整件事 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做 神秘之夜的話 就是究竟 那個影響是套氣發揮 還是小說發揮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今天講 三體世界 好像平鋪席序 介紹 你看這本書 裡面說什麼 其實就不 deserve 神秘之夜這個名 就是說 神秘之夜是不接觸了什麼 神秘之夜 神秘之夜 那整件事 那個窕門 或者最秘密的地方 我就很快跟大家講 就是說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你回去聽完之後 你起碼要記得兩句話 即是就算你回來 看三體這本書 就是很巧在這個時勁去說 就是因為三體這本書裡面 有兩個口號 大家應該很深刻印象 第一個 就是 消滅暴政 我不是作的,他真的是一本書人有的 第二個說話就是《全球起義》 你回去聽完這個talk之後 你完全忘記了任何東西 你記得兩個說話對我來說 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任務 至於剛才我們講到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2001年這本書和小說本身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如果有分別的話 究竟是本書影響了這本 三弟這本小說 還是套戲影響了這本三弟的小說 其實這就是我今天想去發掘 或者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說這本書 2001年太空漫遊和套戲和這本書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呢 其實如果你看網上 維基百科英文方面 是有一點解釋到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裡面的情節本身 在書和原著小說 以至那個戲裡面 是有一個分別在這裏 那這個分別的內容在哪裏呢 分別的內容就是 因為整個意念 2001年太空漫遊這個意念 其實不是阿富斯克克自己想出來的 即是不是這個小說家自己想出來 他有寫過一些小小類似這些題材的一些表面小說 或者所謂的故事 最著名的就是Sentinel 就是說在月球外的地方 突然有人找到一些類似急事後的問題 但是呢 當時 Cub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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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阿富斯克克去 讀這個計畫的時候 他自己有一個概念 就是想拍一部 前所未有 適合自己分子體的方案件 他覺得以前有很多人拍過 但不是他心目中的水平 他就覺得 在那個年代 他需要找一個標誌性 拍完出來之後 所有人都會認同 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科幻電影 那他就 其實不太看科幻小說 正如我一樣 我不看 但是呢 他就去問那些人 有哪個人寫科幻小說 就是合乎那個科學的原則 或者不要是 憑空上像 沒有天馬 憑空下有一些 即是比較實際一些的一些 科學的理論 的資測 或者證據的資測 那於是 這裏便介紹他 這位朋友 英國的朋友 叫阿富斯克克 那 那 你便會問 阿富斯克克他當時 其實他有什麼把炮 令到Cubrick 會覺得 就是需要找他呢 其實這個是很特別的 就是因為 很多人寫小說 其實就是 甚至半點科學的 知識都沒有 寫了所有科學小說 但阿富斯克克其實 他在 早著名 他成為一個著名的小說家 其實他已經提升了 入到衛星的理論 透過寫一個衛星上天 就可以 做一個通訊的設施 這個概念 是他想出來的 但我可惜 他沒有申請這個概念的版權 如果他申請這個版權 我想這個座底 是他在全球的一千名富豪之內 都沒有指出 正是他有一些很基礎 很實正的 這些科學知識 智商交給客人就很喜歡跟他談 大家會談一談 究竟我們可否把一些科幻的題目出來 是不同以前的一些荷梨煥 或者一些比較粗躁的製作 你要記住 談這個時候 其實是適值甚麼呢 就是開始美國的UFO熱潮進入高峰 美國的UFO熱潮首先出現的時間 就應該是第二世紀之後 一個四五年的矛盾時間 我做實際上其實我們很講的 我的前人就是 當時有些人駕飛機 就會見到一些類似飛機的問題 這件事時間很久 大概三個星期之後 就在Rosa那個地方 盛傳見到一些外星人的遺骸 事實上這個星期透露出來 當時是沒有構成整個美國社會的轟動 但這件事醞釀了 埋藏了 大概十幾年之後 到了堤皮士運動興起的時候 或者反原子的時候 很奇怪的就是 重新在美國普及文化裡面 或者傳媒裡面 重新去體驗 即是會曝光出來 那個時間大概是他們 埋藏和瑪菲斯卡談這個概念的時候 大概1964年 前後談了幾年 即是一些草稿 Drava 內外互惠 一直都覺得 還未到埋藏和埋藏的心碎 但終於1968年 就是一個突破 就是完成了這個故事的概念 為何我特別要提到這個年份 1968年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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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本書三體的背景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文革 我覺得 阿珊這個題目給我 其實大家要看到 互相影響這個小說 電影和現在這本三體之間互相影響 它有甚麼 在書裡面沒有說話 其實放在裡面 而令到大家要去取緒去思考 其實我今天就是想探討這個線索 我不會講三個這本書的一些重要的內容 因為你未看 如果我講我會聽回來 你可能不會心理看 如果你看了 那我就會在這個節目建築之後 和你長談那個裡面的相關的情節 所以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剛才那個就是1968年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開始 同期就出現了 譬如說 阿波羅的計劃 即是開始上月球 上月球的時候 如果你聽回現在的普及文化 其實當時有很多傳說 關於外星人 太空人 有沒有在太空遇到 一些不明飛行物體 類似的東西 其實卡比克在電影裡面 沒有很詳細去交談 但實際上整個背景是這件事 換言之 卡比克當時跟阿波羅的計劃 去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實際上他放了好幾個 一些當時的很熱門的話題 例如UFO 例如有沒有外星人 例如將來的電腦 會發生什麼事 電腦的意識 跟人的意識比較 是有什麼分別 這些話題 是將它放在電影裡面 既然而此 理論上 本書和電影本身 其實不應該出現太大的分別 但事實出來 成品方面 大家會體現到 是有頗大的不同 第一個不同是什麼呢 就是 電影裡面有很多橋段 有很多看法 是沒有交代出來的 現在我會講究竟這些疑問 到今天都未解釋 即是你不順利回去看電影 你看完它 你 記回你我問的問題 看看電影裡面有沒有解答 這本劇本寫了之後 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這部片很賣座 也構成一個誘因 就是阿芝斯克拉克把這本劇本 即是這本劇本 將它變成一個小說 大家現在近年都看到很多 但其實 這個在當時是一個 比較少做的一種動作 就是有個劇本 大家記清楚這個事實 劇本的意念 是導演和小說家 一起構思出來 就根據出了 比較完整的劇本 在這個劇本的基礎上面 阿芝斯克拉克寫了一本小說出來 而這本小說 所以事實上到後來 是不斷有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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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不同 在風格上 其實阿芝斯克拉克 是把戲裡面很多疑問 很多沒有說的東西 是很明顯地說出來的 即是解釋 為什麼會是這樣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你在戲一初看到那個 所謂的 Monolith 那個石 裡面 它不斷在鏡頭出現 究竟畫到什麼呢 在書裡面 其實是說出來的 外面說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石 在原柱 在小石裡面 是透明的 是水晶來的 但氣裡面 就變成一個黑石 這個處理上 有很多不同 連尺寸都不同 最重要的就是 石在小石裡面 出現的時候 是解釋了 究竟發揮什麼功能 什麼作用 就是令到當時 在這個人類社會出現之前 甚至不是說人類 那些人是人員 就是 那個裝置 是外星人擺在那裡 令到那些人員 出現了一個思想和意識的躍進 即是說 有些很蠢的動物 它突然變成有智慧 如果你沒有看這段 其實你不會明白 裡面 為什麼會出現那個情節 就是 為什麼人員 看到那塊石 摸完之後 其中一個叫做 Woon Watcher 氣裡面沒有這個名字 這個圓柱裡面有 叫做望月者 就跟著 拿起一塊骨頭 再敲打 電影史上 最經典的剪接 就是這塊骨頭 拋上天的時候 跟著有一個 就是電影泡船 在電影史上 這個剪接 稱之為 跨度大概是 一千 一百萬年 這是事實 就是說 人員的進化 由到2001年 拋漫遊 那個時間 是一百萬年 這是電影史上 這個剪 就是一百萬年 因為卡拉當西是 全都沒有 他就說到 就是說 其實 人之所以為人 如果進化論 對 人員進化的人 不是一個自然界的現象 這個是一個超文明 外星人 在地球 做了一些事 令到這些生物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躍進 最終成為一個 有意識 有智慧的動物 甚至 去到某一天 坐太空船 去探測地球現外的太陽系 所以 於是在原著裏面 其實 亦跟電影一樣 就是 這個探測的過程 就在月球 首先 出現了一個神奇的現象 就是 當人去探測月球 時 發現地球 在月球的某個角落 是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 原本最初度 即是不在小説裏面 寫 他在想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金字塔 大家知道 如果在火星傳出 有一個金字塔 NASA 就否認了 有一個角度的問題 但是 當時再拍出來 就知道 在一個 就是Smiley的旁邊 有一個金字塔 當然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這個金字塔 但阿巴斯克 很神奇地 很早已經想到這個 就是 在地球以外 在太空某一些 行星裏面 是會見到一些 似乎人造的一些物體 那樣 但是 你手給你看 就 覺得 金字塔 這個形象 實在太水皮了 因為和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即是他看不起的東西 是掛套的 例如是 Theris of the God 即是 Eric Wong Duncan 那個部門小說 我不記得中文名 不過就是 講古代有太空人 去立到地球 而這次塔 就是因為這樣而起的 其實是一個計算機 或者一些 處理容量的一些物體 那你聽到這裡 你會覺得 整件事就很簡單 就是說 這兩個有些 分歧 或者是 有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 其實 大家的 想法 某個程度 就比較相似 只不過就是 因為 R.C. Clarke 他寫小說 他需要將一些東西 很明顯去解釋 但是 其實這個 不是一個 令我 滿意的答案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當你小看那部電影 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多奇怪的事情 剛才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他說 當時最早 R.C. Clarke 提出了 不如我們說 在外國聲響上 有一個多次答問題 那他給你看看 事情是否這麼簡單 其實是不簡單 現在我就給你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就是 其實這個 你會在電影裡面找到的 就是最早那個 講人員的歷史那段 他講到 剛才我們講到 就是 那些人員 就見到一個 石頭的物體 但是 肯定不是自然界 是很光滑 黑色的物體 就在他摸 摸完之後 沒有詳細說出來 但是 其實你會知道 那些人員突然間 很聰明 就是 開始 開要 開要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短的鏡頭 大概是 二十多秒左右 就是這個 看到嗎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 我想很多人 看到電影的時候 或者跟圓絕比較 是混亂了 大家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 Wincent 你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 最下面那張照片 太陽 太陽 太陽裡面的是什麼 馬雅 那個其實是金字塔 馬雅 這個 如果你看到這裡 你會覺得事情 容量很簡單 就是說 很多表面的東西 他們都沒有說 不過 他真的在戲裡面加了料 只不過 你當時 在那些水平的觀眾裡面 當時 沒有人看過 Dan Rung的達人生文化 就是例如 這樣 但是當時 他看電影 沒有聽過神秘之事 於是 看完之後 很多人 其實是接收不到這個訊息 那麼 其實這個 很可能 其實是透過尼克 友誼這樣做 他就會留給後製 有些人 懂得看的時候 他知道 他原來 他會加了些料理 好了 如果這個是金字塔的話 那 來了另一個問題 你再聽一下 這個 這個是什麼符號 有聽神 他知道 沒理由不懂 你懂得看 他知道 他知不知道 我先拉他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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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清楚 其實這個是美國 紙幣上一元的符號 那是一張圖來的 下面這個是一個金字塔 沒有了頂 你說是馬那那個 這個出現這個太陽 其實就是那隻眼 那這個就相當相當之奇怪 換言之我們到了達文西密碼之後才興起 大概2003年之後才可以講那個 是一個六八年已經出現了 這個完全沒有了 講到這裏呢 其實你就要開始 就是要有這個意識 都好像那一款人聯一樣 就是你沒有人解釋 就是你開始開箱 就是你看到電影的時候 其實你不斷要留意 它有沒有這些符合出現 這些符合就是所謂叫做 不斷要留意 神非可不符合 你可以挑戰我 你說 一個這樣的 這麼簡單的一個鏡頭 可能它隨意拍 我反覺就是 其實類似這個這樣的符號 你會不斷在 看到在 扣給你黑格力的電影裡面出現 譬如 最重要的那個 發條賊 發條賊 可能等一下你都會找到這本書 在他找到的書局裡 那是一個三角形的 它只不過就是沒有 沒有封在上面的頂上 沒有封在上面的頂上 接著到了 大開眼界 眼睛開眼睛 甚至在這個之前的 六個頭 都是出現了很多 這個眼的一個 這樣的符合